35岁男星高以祥27日惊传 在中国录制综艺节目《追我吧》时突然倒地 经过三小时抢救后人回天法术 原本预计要在29日担任 自有毛佳恩的婚礼伴郎 也因此永远失约 昨日毛佳恩强忍伤痛举办婚礼 在伴郎团的合照中 特意将身边的空位保留给高以祥 照片曝光后 有网友发现 空出的位置似乎真的有一个人影的轮廓 泪崩表示 高以祥真的有来 高以祥原本要和郭雪佛搭配 担任毛佳恩与爱妻罗文的婚礼伴郎 伴娘 但却在婚礼前两天传出促世噩耗 毛佳恩一度低潮到打算延后婚礼 最后在诸多考量下照常举办 原本外传要取消伴郎伴娘的桥段 但毛佳恩坚持高以祥的位置必须保留 改以一男搭两女的方式进场 在伴郎团大合照时 也特意将身旁最重要的位置留给至有高以祥 照片曝光后 有网友发现 毛佳恩身边的空位 仔细一看似乎真的有一个人形的轮廓 尤其头部和肩膀相当明显 巧合的是 从肩膀位置看来 跟高以祥的身高也正好符合 让粉丝忍不住泪崩 留言表示 他没有失约 他真的来了 真的有爱 天使来过人间 超不舍 有看到头行跟肩膀 跟毛佳恩靠在一起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因为高以祥的促势 昨晚毛佳恩的婚礼上带有丝丝伤感 大家都带着复杂心情出席 毛佳恩爱妻罗文就在IG晒出好天气照 写下 本来气象说要下雨的 但我们知道 这是你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下午天空甚至出现彩虹 罗文再次发文 你总是用最帅的方式出现 而女星袁永灵也透露 在场所有人都感觉到高以祥的存在 虽然高以祥永远缺席 但在好友的心目中 她并未施约 好友的心目中 by bwd6